大家好,我是邵老杨 昨晚看到一部恐怖片《目的邂逅》 《深邻秦镇》的进度手法 把控精准的尺度节奏 可把我吓坏了 毒烂烂不如中烂烂 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给你们想一下 西装老哥是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的创始人 平时主要做一些实况类型的节目 再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透露 公司在不久前 收到一个叫做目的邂逅的真人秀俱乐部 发来的明义视频邮件 影片记录的是一名叫做长脖子的制作人 为了调查一所长期饱受鬼灰惊扰 而被迫关闭的精神病院 所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完整过程 让人惊悚的是 在长达66小时的记录影像中 没有任何造假或者后期修改的痕迹 但是影像里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画面 却是如此的真实 西装老哥向记者展示了记录视频的全部内容 长脖子带着手下工作人员组成长脖子小队 想要进入一所年代久远传说贼恐怖 里面经常发生超自然事件的精神病院 探索一下到底是有多恐怖 通过长博子的介绍 以及他对当代地理学家开门大爷 路边园定等一系列的采访 我们得知这座精神病院始建于1893年 过去70年里这所医院曾注买病人 而且还有一个热衷做开炉实验的院长 但是频频发生意外 后来这个院长被几个逃出医院的精神病患者给干掉了 然后医院就黄了 于1963年强制关闭 此后医院就一直鬼影重重人心黄黄 经常发生一些诡异的事 即使现在夜晚漫步一次 还经常能听到诡异的笑声和害人的尖叫 了解了这些之后 长博子不怕死的带着一行人出发了 他们准备了各种特殊的仪器 要在医院里待八个小时 坐呗 在开门大爷的带领下 他们走进了医院 简单参观之后 开门大爷就交代了一些小故事 大海啊全是水 医院呢全是鬼 楼上楼下的跑断腿 胆子再大呀都下位 当晚长博团队开始在医院安装监控设备 根据开门大爷的提示 他们楼上楼下四处查看呀 拍照啊摄像啊 想尽办法探索这些未知的恐惧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神秘的精神病院 居然啥事都没有 但毕竟是恐怖片 一直搞笑也不是回事 诡异的事终于发生了 摄影师听电话时 隐暗的走廊里 突然出现一个空着的轮椅 诡异的是 它竟然可以自主移动 众人还在病房里 发现一张车轮飞速旋转的病床 恶得很不少费电吧 可怕的恐怖氛围 正在一点点逼近众人 随后一名女队员尝试与鬼沟通 长得也挺俊 咱也不知咋想的 诡异的声音传来 一道鬼影伴随着惊叫声 从她身旁击齿而过 还顺手摸了一下她的头发 很滑溜 一阵凉意洗来 长脖的众人大惊失色呀 通过相机 大家真的发现 果然有怪东西就在他们周围 但好在八个小时马上就到了 咱们就可以撤退了 一名队员赶紧去收装备 打算撤退 但结果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 其余几个人不见他回来 就开始找 结果又在找人的时候 另一名队员也仿佛鬼上神 哐当一下了 身不由己的从楼梯上跌了下去 这一摔 小心脏摔得洗碎呀 再也承受不住了 就要离开 长脖的也很无奈 只能和他一块撞门 你说这时候了 撞门还能撞开吗 没想到 门开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但诡异的是 大门后面通往的并不是室外 而是一条无尽的阴森走廊 走廊两侧是不计其数的并房 顺着走廊 大家迅速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哎 继续撞门 哐当一下的门又开了 但结果 被后面依然是无尽的走廊 他们带来的食物也开始发霉腐烂 心态崩溃的长脖的团队 只能继续找出路 跟各种奇形怪状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亲切会面 唯一的妹子一个不注意 后背上还给刺了个字 其中一名队员因为掉队 直接领了盒饭 就在此时 众人听到之前神秘失踪的队员呼救 他们寻着声音走去 途中就遇到突然腾空而起的病床 之前失踪的队员突然现身了 但看起来他已经精神失常了 他穿着病服嘴里念念有词 一直说着 只要大家配合治疗康复之后就可以处愿 光头队员当即就不乐意的 上去就要缩的 没想到上去一个猎去 直接被鱼盆里一个小姐姐给拽走了 光荣顶了盒饭 枪膊子吓坏了 带着疑似神经病的队员和唯一的妹子疯狂找出路 但他忘了神经病毕竟是神经病 逃算到路上疑似神经病的队员直接自杀了 唯一的妹子也在一阵浓烈的雾霾中消失不见了 好像离了盒饭 此时唯一的幸存者长脖子后悔极了 都怪自己咋这么大的好奇心呢 但现在折腾了一夜 他也饿了 这个鬼地方活着的除了他就是耗子 长脖子也很无奈 我长脖子就是饿死 也绝不吃一口耗子 嗯真香 吃饱喝足 他孤身一人继续上路了 鬼使神差的走进了一间手术室 这里就是当年院长给精神病人开颅手术的地方 当年的场景突然显现了 长脖子的命运也在此时走到了终点 手术室里传来他凄惨的呼喊 长脖子探险小队全体阵亡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长脖子到底有没有死 为第二部埋下了铺垫 据悉 电影中的精神病院真实存在 其原形是位于加拿大的江景精神病院 1913年开业 1992年被迫关闭 据之前就职与死的医护人员介绍 该医院经常发生一些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力超自然现象 因此出名 成为年轻人探险的绝佳场所 看了这部电影 我这样说 不要有那么大的好奇心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